黄或是后,是障碍,不是阻碍 成或是败,任他臣服,等待最终的比赛 打破争议,年岁质疑,最铁血的战士才配得上金牌的手带 终于再见,第二期,我们书接上会 2018年的全英被戴自寅挡在决赛之外 他与戴自寅的下一次相遇,比想象中来得还要快 4月的武汉亚锦赛,两人走着决赛,都是两局之落 决赛,两局21比19,22比20 可场面上的烈士远比分数的差距来得残酷 他的主动得分,比其对手太少太少 反手的问题更是暴露无遗 无论是过度往前,还是高远,质量都不尽如人意 第一局,戴自寅在不断失误之下 最终也能凭借难力球反转打下 而第二局,在双方都失误频发之时 他为数不多的优势也荡然无存 在队内,他也是排名最高的选手 但他似乎仍在第一题队的门槛试探 每次感受到一点进步,又被迎面的失败告诫任中道远 蜕变来得缓慢,但责任却不容等待 5月游波杯让他又得切换为团体赛模式 原本出入游波杯这样的大赛就是一单 很值得骄傲,还确实喜欢团体赛与队友并肩作战的感觉 但为团体二战的压力也更切实,更直接 比起以往半决赛才燃起火药味 这战油波杯从小组赛开始就可谓步步精心 先是小组赛与印尼队打成3比2的大比分 四分之一决赛面对丹麦队 陈宇飞作为一单上场 意外三局不敌米亚 还会走至半决赛 陈宇飞、高榜杰、李雪瑞就都有了输球记录 面对综合实力欠佳的丹麦队 方惊险过关 可半决赛遇到泰国队 总共实力已无法为胜利保家护好 一单之战 从战绩分析 陈宇飞将军绝对有势 交手四次,围场一败 只是这一次他又能否延续胜利 一男龙的强硬下压进攻 雷声大不变小 对于陈宇飞的得分效率并不高 反倒是大范围的球路转移 在一开始让陈宇飞是措手不及 此次,游波威在泰国曼谷举办 主场球迷的大喊祝威 让这场比赛的节奏越打越快 没有多少多余的过渡 比赛的主旋率就是进攻 不是在进攻失误中结束 就是在突击成功中得分 主场作战的硬达龙弯弓满弦 不断用孤注一致的进攻轰炸陈宇飞的防线 他必须全身贯注 尝试轮大喊驱赶涌在心头的紧张情绪 但呼吸到的似乎总是对手出场毕生的决心 只剩招架,只剩抵抗 自己的接战术一不复存在 女单的第一分,他拼到了最后 却深感无能为力 高榜杰1比2不敌金达鹏 李雪瑞0比2不敌不桑兰 尽管女双组拿下2分 那3比2的总比分 让中国队18度参赛首次屋檐决赛 34年未有过的 令人大跌眼睛的成绩 反映的是女队 尤其是女单组 郑立金,青黄不接的正统计 即使在半决赛击败泰国 运着日本队女单 女双人才厚度 想到冠军也实在勉强 又破放他有力 在此次游柏威的严重失利之后 时任中国国家队女单主管教练的张宁 被替缓 罗一刚罗智岛临危受命 不过这年的罗智岛 在队员的口中 温柔细心有一点固执 温柔细心都是自明意思 固执则是规定的训练量 不会给任何投懒的余地 而这一点固执 它带领女单组走向何方 比赛之路如马拉松般 第一梯队牢牢卡住身位 戴姿颖马林山口县保援希望 一个个名字让进入决赛都成了一种奢望 即使在六位的印尼大师赛进入决赛 没有戴姿颖的心魔和徒增到封印 9月的中国长州公开赛半决赛三局久违立刻删口线 他离冠军一步之遥 可西班牙人的高速连贯 那一步之遥也似乎出不可及 长州战之后 在丹麦 法国之间辗转 赛季末的疲惫感 细菌而来 他感到有些提不起状态 而在十月末从法国回国 接连的辅助公开赛又不容喘息 本来作为种子选手 前几场比赛没有太大压力 可这战第一场 充分背战的日本选手佐藤 就让他有些措手不及 原本赢两局进去的比赛 硬生生达到了第三局末的24比22 方才罢休 第一轮被如此坚固 接下来更是一路敖战 三局三局 与林美妙 平大龙的比赛 他都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 逆转取胜 半决赛 他就再次遇到了马林 在长州时 马林的高速连贯让陈宇飞吃尽骨头 这战比赛刚开始的阶段 他仍旧感受到了马林 快速连贯赛来的压力 但你能感受到 他有技检树上的变化 很谨慎的起球 就算起高 也是通过后场对角大反回转移 这样的战术 在第二局 马林的进攻态势放缓后 效果愈发显现 高赤亮的前后场控制 让马林一度压火 来到第三局 马林又完全进入了他的节奏 这次的决赛 他没有再留遗憾 前有的 他用进攻 让对手脆反 幼年的灵水 他目送奥元 在中国主场夺冠 如今 在福州 让冠军 留在了主场 时局变化 对于国语来说 每一个冠军 都来的比往日 更再艰难 在女端项目上 更是如此 这次的主场夺冠 打破了 2016年年底 何冰江在法国超级赛夺冠以来 国语女单 历经两年的冠军王 连胜马林 奥元 加之先前 战争新度 仔细一算 他把13年到18年 垄断了十年赛冠军 都赢了一遍 总结 2018年的战绩 一轮有两次 八强五次 四强三次 决赛五次 金牌 却只有一次 陈玉飞总结说道 这个成绩 对于以前的女单组来说 不能算很好 但对我自己来讲 是在慢慢进步 16年的澳门黄金赛 17年的全运会 他的18年的福州公开赛 三年成人赛时光 每年一个不算重磅 却对他来说 有里程碑意义的冠军 见证着 他的平凡之路上 穿过人山人海 直指第一梯队 19年初 他并没有急于 投身国际赛事 他整个1月和2月 只参加了印尼大师赛一战赛事 最终打起半决赛 春节和国防教育 让他有10天的假期 来享受远离赛场的宁静 在2月末 他就又得回到北京 投入恢复性训练 多时到来后 安排的针对性体能训练 让他的块头 结实了不少 但他 想记着说 重了2公斤呢 等我们再次 在国际赛场上 看见他的身影 也是3月的薄明汉 英国时清时雨 抵达备赛时 还是阳光正好 一开赛 便下起稀密的雨 甚至在4分之1决赛那天 还下起了冰雹 场外应尽不定 那场上 陈于飞的表现 却令人欣喜 内战与韩岳 外战与大呼采 陈志炫 他一路进至半决赛 再次与奥运希望 相遇半决赛 他有两局的大比分 证明上次的胜利 绝非侥幸 另一边 两大鼓主 戴志炫和山口倩 在半决赛 就提前上演去年的决赛剧本 而今年 决赛的悬念 是戴志炫三度 全英封后 载创历史 还是陈于飞 终结 十一连败 打破新魔 我们拭目以待 针对戴志炫 曾让陈于飞 叫鼓不移的 往前假动作 坚决执行 回底两底线 或者主动进攻的战术 让戴志炫 拿不到往前的变化机会 到位的后场回顶 让戴志炫 没有太多的选择 强行一拍下压 往往在进攻中 丢掉了节奏 皮杀 掉球 有着最后追求的落点 失误率 居高了不下 但这也就意味着 陈于飞几乎 放弃了往前的争夺 这让戴志炫的突击 比以往变得更加频繁 试图借以撕开陈于飞的防守 同时戴志炫注意到 陈于飞为了保护后场 回动很深 屡次通过静网的回放 打乱陈于飞的节奏 当双方互有杀招 此次他的胜负就落在了 谁能更稳定地执行自身战术 如果能力有六维雷达图 戴志炫独缺一较稳定 突击一旦打不穿 他的很多失误 真的就让人摸不着头脑 他第二局追着17平 在他的标志性回合中 把陈于飞打出 掺杂一些运气成分的精彩回球 他似乎已感到 他也无法改变最终的结局 这是属于陈于飞的胜移时刻 云开渐日 火燃开朗 十一连败的所谓星魔 随风消散 至此 他已恭贺了世界前十的所有选手 而登顶全英女单王座 这也是中国女单 阔别五年的荣耀 拳一役 如龙场悟道 下一战瑞士 他又将冠军收入囊中 截至到4月末的五场关赛中 他无一例外进入四墙 更手握两个冠军 这样的突破型神迹 让他面对 五月 南宁 苏迪曼杯的第一单打的任命 多了一些底气 在杯战期间 很少掌斗的他冒出了几颗青春痘 简于规律的作息 打去倒 这大概是压力痘吧 这是一场积蓄了两年的复仇之战 这次复仇者联盟 平均年龄不到25岁 大名单中更是有九张全新的面孔 一路摧虎拉朽 直到半决赛3比0完胜泰国队 中国队仅在安赛龙手上 丢过南单一分 就叫陈宇飞 他是唯一一名全程比赛 都在出场名单上的队员 教练组给予了他充分的信任 他也交出了全胜的完美答卷 决赛将至 黄金海岸的失利 敲打着复仇者联盟的神经 日本队下路相逢 这注定是一场硬仗 世代毕得的双塔 在南宁全场观众的助威声中 用爆烈的进攻 粉碎日本队 向渡边有大 奸向先取一份的美魔 女单方面 日本时任主帅朴朴凤 日本国内媒体 在赛前分析时 都几乎在女单这一分 视作囊中之物 九个比五的交手战绩 纸面数据上 三口线绝对占优 但如此观点 早已是科州求见 如果让时间范围 缩小到罗一刚教练 接管女单组以来的这段时间 两人交手七次 陈宇飞也是四胜三负 就像决赛交点赛 没有谁处于下风 更没有人能稳操胜权 开局 陈宇飞在对三口线的头顶 和正手后场的推掉上 吃了不少亏 但在间歇前 他又往前为主的调动 竟然在落后四分的情况下 率先进入局线 在间歇归来后 虽然又连得几分 但要从你南跑 组成了三口线场 拿下每一分都不容易 他转播画面 切到他的脸部特写 也能感受到 他巨大的体力消耗 三口线的手感 似乎也渐入佳境 他下半局快速半平逼分 逆转 拿下第一局 在橘蝎 罗志导 向他两次强调 聪明的他 第一球就领会到了教练的意思 突然施加的往前压力 三口线有些乱了正脚 回修质量抖然降低 虽然三口线在如此屡屡陷入被动的境地 仍然凭借强大的跟随能力 向比分咬住 但比赛俨然已经进入了陈鱼飞的节奏 举点又是凭借往前的平推 逼出三口前的回球不到位 他将球稳稳打进对手的区域 抢放 抢搓 都需要体力支撑 再抢个往前高点 在第三局开始 拳飞的往前又先慢了下来 向后天的趁势得分 让我们不禁捏了把汗 在赛前 他始终尝试改进自己的步法 赛后采访 他回忆说道 决赛赛场上 步法似乎突然开窍了 本来只是想节省一些体力 没想到这恰当的步法自然就出来了 在菊蝎交换场地过后 没有想到他迅速填平了五分的分差 仿佛受到胜体的感召 他露出内敛的微笑 12比11 菊蝎飞用一个被动对角变化 让现场气氛顶持高潮 但比赛还没有结束 下口线一路又追至15平 可他用连续的突击 一步一步瓦解对手的心理防线 在比赛的制胜分时 现场出现了争议一幕 菊蝎飞的往前制胜铺球 被主裁判定为过往击球 这个球 从主帧分析来看 确实就处在盼与不盼的模糊地带 但在如此重要的阶段 做出如此盼法 觉得球员的心理 是巨大的考验 再重新回到比赛 他无可争议地拿下胜利 他瘫倒在场地 让胜利的激情 与现场的欢呼 短暂地淹没自己 他向观众露出 没有一丝杂志的微笑 观众已颤抖整个场馆的热情 献给就位最铁血的战士 接下来的故事走向 我们再也手续不过 虚奇立刻桃田 中国队在南宁主场 以3比0 再次捧起苏迪漫背 17年的他 上的体验 上的感知 可这一路 他不断改变 可能成长 他们似乎已经开始习惯 他的名字 一旦出现 单薄的身躯 以独当一面 从南宁返回北京 队员们收到的夺冠奖励 是一周不用出早操 大赦之后 为了支持的东京奥运 他们又得 投身到二辅一日的坚固训练 和一战又一战的奥运积分赛中 苏背后的澳大利亚300赛 罗志导 本想劝他放弃 调整状态 他还是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 这样比赛 虽然赛事几倍不高 但由于是在抢奥运积分的关键时期 老对手们还是来了大阪 在本次决赛上 他以全新的面貌 应该奥运希望 全力以赴 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 巨大的分差 仿佛在说 澳大利亚也不相信眼泪 在比赛结束之后 按照惯例 队伍已经开始 着眼于两个月后的市井赛 甚至随队来到成都 双流基地 才能集训 即使训练任务繁重 在学习跳绳 这种原本枯燥的事情上 他也能找到自己的乐趣 集训期间 参加的印尼公开赛 和日本公开赛 虽然分别在半决赛 不离新度和山口线 但他都维持在四强的水准 盛景赛前的最后一战 泰国与主场作战的 英达隆争夺冠军 他的脑中 闪回有过悲食的惨痛教训 他没有让对手 再将比赛拖至第三局 他在曼谷又斩获一枚金牌 18年的南京世纪赛 他的四分之一决赛早早出局 19年的亮眼表现 让我们对他的巴塞尔之行 充满期待 但晋级之路的阻力 要被想象中打 除了首轮与李美妙的比赛 两局拿下 与李文山米亚的比赛 他都感受到 还是对手不小的冲击 但他拒绝 随随便便 就输掉一场比赛 半决赛用的新度 才是真正的考验 19年初 曾斩获94年 亚运会旅团冠军的金志贤 来到印度 这叫新度 新度在他的指导下 原本有些欠缺的球路组织能力 也有了长度的进步 新度的手腕爆发力 让他的平高和高远过顶很快 经常能够逼出 陈宇飞的后仰被动 和反派过渡 罗志导也一再强调 让他保护头顶 不要被打出反派 新度的身高优势 让他处理起陈宇飞的后场推跳 就较为轻松 并且转化为下压的机会 他的调整策略 是让后场高远 打得更高 更深 并且多打出一些进网变化 但是进网的策略 新度并不十分奏效 后场的调整 也律律出界 在不断的调整与失措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不断的调整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不断的调整 如果不断的调整 这次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奥远似乎已经完全从伤病的阴霾中走出 跑动又恢复一望的灵动 直到第三局下半时 仍在不知疲倦的奔跑 但陈与飞早已不是曾经的体力菜鸟 调动之鱼 用一拍披杀终结比赛 不可思议的是 在下一代香港 再进决赛再多冠军 他就带自己的积分差距 竟有一步之遥 而能否迈出那一步的悬念 流到了广州 2019年 世界雨连总决赛 山口线 新度 河冰郊 谷主合集般的分组 达出的结果却出乎意料 他以三场全胜的战绩 小组投名出现 在半决赛 他的一战赛事中 再次离开山口线 站在山口望向山顶 登顶 再次一战 第一局他的主动失误偏多 他比赛刚开始 就被戴自颖建立了分差 但在第一局全程偏被动的情况下 也能看出 像比之前与戴自颖的比赛 他的被动摆脱能力 有肉眼可见的进步 但他此时必须尽快找回自身原本占优的稳定性 在第二局他手感有明显的回暖 牢牢控制住了戴自颖的后场两底线 让戴自颖的主动球占比大大减少 很多时候 除了一派软压和回顶 做不出态度的变化 陈雨菲显然不满足温水煮青蛙般 单纯依靠对手的失误得分 在第三局戴自颖的失误也开始减少 分数也始终紧咬 他的主动得分能力成了最终获取的关键 年度第7次拿下冠军 第二次在决赛中战成戴自颖 更首次登上世界第一的位置 曾经雨菲大帝的戏血 如今也不再是戏言 国语女丹上一次占据榜首 还是四年前的李雪瑞 全英苏碑世界第一 这不可思议的一年 他正在一块一块拼凑着国语女丹破碎的荣耀 先上个小松 凡击 但你又能够尽完 Bau 母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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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带